2021年全港一共有64,428宗罪案 较2020年輕微上升了1.9% 其中暴力罪行增加了196宗 整體的破案率也回升0.7%至38.5% 整體的罪案增加了1,196宗 主要由於單系詐騙案已經增加了超過3,600宗 當中超過七成是跟網上騙案有關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 2020年比對2019年也升了超過7,000宗 就是說過去這兩年已經升超過1萬宗的騙案 升幅主要在2021年來講是來自 援交騙案、網上情緣騙案、投資騙案和網上求職騙案 錄得八成至三倍半的升幅 香港港版法實施一年半以來 警方積極舉證、搜證 截至目前為止 警方一共拘捕超過160人 而當中超過100人已經被檢控 警方留意到 仍然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透過網絡或媒體去煽動他人進行違法行為 警方會繼續網絡情報 並且會過斷執法 社會秩序已經回復穩定 但是仍然有小部分的反中亂港分子轉取地下化 例如去年涉嫌企圖策劃本港恐怖襲擊的光誠者集團 以及七一的孤狼式恐怖襲擊等等 警方會繼續以情報主導 盡早展開調查和執法行動 以及鼓勵市民作出舉報 期望做到全民反恐